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那我们今天谈一下呢 水深火热的真人版 大白鲨痴人 欲言雪哉意外不断 吓死人的大白鲨 本来鲨鱼是海洋的守护神哦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你们看过水深火热这部电影吗 好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水深火热 为什么叫真人版 水深火热呢 第一部电影呢 第一次在1999年 第二次在2018年 第三次在2020年 它总共发行了三次电影 那这个电影里面呢 它就是叙述了大白鲨痴人的意外 而且不断的会出现 到底这个电影里面呢 它叙述的是为什么现在变成真人版呢 而且呢 在世界各地在上演当中 所以请大家呢 务必在夏天在细水的同时 尤其到海边 要特别注意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大白鲨痴人的意外呢 来看到没有 鲨鱼袭击事件频传 然后呢 高温导致鲨鱼呢 在人群在的地方移动 那这个移动呢 最近频传鲨鱼攻击人类的事件 非常之多 海洋生物学家也指出呢 温暖气候是吸引鲨鱼遇到海岸的原因之一 由于海底小型鱼类因为气候异常而迁徙 就像猴鸟一样 它们在迁徙 所以呢 引起鲨鱼也往鱼群的方向在移动 加上鲨鱼本来就喜欢温暖的前海环境食物 又往哪里聚集 因此呢 鲨鱼攻击就变得相当普遍 好 食人鲨非常之多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食人鲨鱼呢 它是在深海里面一千米以下 甚至两千米 那这么深的鲨鱼为什么要上岸来攻击人类呢 好 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看 有个女人呢 遭到鲨鱼咬断手脚 红海变成邪汉 在红海附近 伤重不治 不幸蝉死 那埃及红海呢 在近日发生的一期罕见恐怖攻击的事件呢 在游红海的期间呢 遭到鲨鱼攻击蝉死 其中一名受害者呢 被拍到奋力摆脱鲨鱼攻击 并游回岸边 但最后仍然伤重不治身亡 这是在埃及的红海发生的一个事件 那报导指出呢 在鲨鱼的攻击下呢 女子一只手一条腿都被咬断了 好 不止这名女子遭鲨鱼攻击 另外一名呢 罗马尼亚的女性呢 也遭鲨鱼攻击 最后更在岸边找到她的尸体 就是她的遗体 这是在今年7月14号 半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已经有两个人已经死于鲨鱼之口 那美国纽约的海岸两周内 两周以内呢 7月11号到现在 这两周爆市起鲨鱼攻击案 大家都知道呢 美国欧洲以及呢 澳洲热到爆炸了 那台湾也热到40出头度了 他们都热到47 8度 很可怕 所以大家都跑到海边去玩 其实呢 我们台湾的海边也是每个假日 平常都很多人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过去两个月呢 永克看到鲨鱼的这个次数过去 比过去多太多了 这两周内发生了四起鲨鱼攻击事件呢 美国纽约的长岛海岸 最近经常有鲨鱼攻击 永克的跟救生员 那人人闻鲨色变 因为鲨鱼活动的范围 越来越接近海岸 即使在潜水区细水 都可能遭到攻击 地方政府出动无人机 观测鲨鱼的踪击 这是7月11号 今年最近的事情 所以呢 你想想看哦 它总共有四次鲨鱼攻击人类的案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五公尺的鲨鱼吃人 永克惨遭活生生 撕裂吞下去 看到这个锯齿鲨吗 看得太惊悚了 这是今年2月份17号发生的事情 澳洲雪梨呢 东南部海滩 发生杀人事业意外 一名男友客呢 遭五公尺鲨 长鲨鱼撕裂成两半 海滩上呢 许多人目击这惊恐的一幕 甚至呢 还陆下海面漂浮男子的遗体 剩下一半的遗体 这是1963年来 1963年以来 雪梨首次发生鲨鱼 武端攻击人类的事件 好 这是在澳洲 来 胸猛俱杀冲出水面呢 冲浪客双腿又消失了 所以我不是常常在跟大家提示吗 我不管在周报也好 月报也好 就是海洋老师的所有生肖的 周报运事 以及所有生肖的月报运事 我都会提示大家 请大家呢 有几个生肖特别小心呢 不要上山下海嘛 来 接下来 澳洲近日呢 频传鲨鱼攻击人的事件 有名热爱冲浪的少年与家人们呢 前往呢 这个新南威尔斯周海遇玩乐呢 未料却突然遭到大白鲨的攻击 那众人健壮呢 试图将他脱离 但鲨鱼的力量太过猛烈 少年整个人呢 被狠狠拖进海中 最后双腿惨遭吞尸 那虽然抢救仍然不幸身亡 那在今年最近7月14号 来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来 看到了没有 这个是澳洲 这是在澳洲 在南 这个靠近南极的澳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是美国 这是美国 这靠近北极在这边 南极在这边 我先讲一下 北极在地球的三方 南极在这边 这是美国 看到了没有 然后呢 这是 这是欧洲 这是欧洲 更靠近 所以欧洲比较冷 大家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欧洲比较冷 那美国在这边 美国在这边 加拿大在往上面一点 所以它也非常冷 美国在上一点的地方也是加拿大 所以那两个国家会比较冷 比如说北欧国家也很冷 那这边是南极 澳洲这边是南极 看到没有 靠近南极 那我们呢 再次到 你看到没有 这是台湾 台湾在这里 在日本 看到没有 这是台湾 这是日本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在海域游泳或者细水 甚至呢 你说冲浪 甚至呢 坐海上的摩托车 都要非常小心 好 澳洲近日呢 频传鲨鱼攻击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澳洲已经不止一次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 好 美国军舰遭鱼雷击沉 1195人遭鲨鱼吃到饱 只有316人获救 这个当然呢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山的时候呢 一艘船如果失事了 船难了 那些人几乎都遭鲨鱼吃到饱 遭大型的鱼类吃到饱 你想想看哦 1195人只剩下316人生还 几乎有880个人 死于海难当中 那316个人获救有1195个哦 那316人获救是死亡的人是1195人哦 并不是扣掉316哦 所以你想想看 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之多的哦 好 巨尺沙目击事件呢 2022年竟然也有哦 这个巨尺沙我要告诉各位哦 越大的雨它越在深海里面 深海是1000米以下到2000米左右 非常深的深海 我告诉各位哦 大概1000米以下根本看不到太阳的阳光了 只要深海的话都没有太阳的阳光照射不到了 所以它们都生活在非常深的海域里面 那为什么鲨鱼会跑上来呢 鲸鱼就更深了哦 鲸鱼它们在更深的海域里面 鲸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巨尺沙的目击事件呢 2022年竟然也有南非渔船呢 在海中呢遇到袭击 疑似巨尺沙所为 这件事件发生在南非2013年的时候呢 有一艘渔船在捕鱼的时候呢 就被不明的生物攻击了 那当然就是巨尺沙 那类似的情况还包括今年2022年的5月呢 美国一艘游轮在海中 发现了一个庞然大物的身影 那根据目击者的介绍呢 这是一条体型硕大的鲨鱼 约20几公尺 它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鲨鱼 20几公尺很大很大 大家应该想象一下吧 20几公尺 那接下来 8月份满月即将到来 据研究鲨鱼在满月 最常攻击人类 好 为什么呢 满月的时候呢 所有的鱼猎会出动呢 来 我跟大家讲 因为那是潮汐 因为满月会影响潮汐 潮汐影响到呢 这些鱼猎的生存 以及呢 它的生活形态 那因为最近呢 这两三年来呢 我们呢 因为天气的高温 异常的高温 而且呢 天气的骤变呢 使得很多鱼猎 以及呢 天空中的鸟类 包括乌鸦啦 包括燕子啦 全部都乱了套了 所以呢 天上飞的 海底下的生物呢 动植物呢 全部都乱了套 所以这些动物呢 你想想看哦 据研究鲨鱼在满月的时候 最常攻击人类 最新研究发现 月亮圆缺会影响鲨鱼的攻击性 尤其在满月的时候呢 鲨鱼攻击人类 平均次数呢 明显比非满月时来得多 研究人员表示呢 鲨鱼受到月球向位 及潮汐电磁场的影响呢 可能还会更大 所以呢 月球呢 向位在影响地球的潮汐的时候呢 竟然让电磁场发生改变 而令鲨鱼展现出 不同程度的攻击性 好 我现在要提示大家的时候呢 就是在今年7月15号 在前后的一个礼拜呢 请大家在海滩游泳 或是在晚上去海边玩的时候呢 要特别特别的谨慎跟小心的 好 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你们可以尽量在下方留言 你们被什么鱼类攻击过 你也可以写下来 给我们参考 好不好 那如果你曾经看到过 你也可以写下来 好不好 你怕不怕鲨鱼 怕鲨鱼的写一 不怕鲨鱼的写二 好不好 你们如果怕鲨鱼就写一 不怕鲨鱼就写二 我相信大家都怕了 好 日本的游戏王作者呢 高桥核心呢 肤浅遭到啃咬 这三种鲨鱼最凶要注意了 知名的漫画 那这个游戏王作者的高桥核心 经常在沖繩浮浅身往 沖繩 沖南偶 享年六十岁而已 由于呢 死者遗体呢 被啃咬过的痕迹 不排除曾遭到鲨鱼攻击的可能 沖繩海域之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鲨鱼 其中对人类最危险的分别是 大白鲨虎鲨公牛鲨三种品种 好现在呢其实全球保护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你们知道海域保护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在帛琉去玩过了没有 帛琉的海域真漂亮 那真的是观光胜地 而且他们政府花了巨资 怎么样都要让他的海域充满了生机 而且让他海域非常的完整的保存下来 他说这是大自然的资源 而非用钱可以买得到 真是好啊 全球如果都像帛琉这样的话 我们海域不是就非常棒吗 但问题是大家都在破坏资源 好你看哦不断的把地壳里面 地心里面的石油挖完了 还要挖水晶 还要挖钻石 还要挖所有能够运用的物质 地球的先变空了呀 所以呢 这不会影响到海吗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地壳吗 不会影响到地球的运转吗 肯定会的嘛想想看啊 而且人类这么多越来越多的人口爆炸了吧 人口已经爆炸了对不对 75亿的人口再过几年以后就将近100亿人口了 所以呢 我觉得不婚族不生小孩也蛮好的暂时 太可怕了 我都觉得真的太可怕 不是说好啦 真的太可怕 人口爆炸 你看到美国3亿多人 印度多少人 印度14亿万人 中国14亿万人 中国还要说你可以生第二胎 我的天啊 他就生一胎吧 想想看能生育的女人真多耶 那你知道像有钱人哎哟我们郭台铭先生生了五个咧 对一个家庭是以前我们 我们都看到人家那个小时候啊 隔壁左右邻居的妈妈们啊哎哟每年都在生小孩 年头一个年尾一个 下死人他们全家生生十五六个 十二三个 天啊我 我很多同学他们家都七八个十几个了 吓死人了 好恐怖哦 哎 怎么会这么多生育呢 好那生了这么多人呢 到底有什么好处吗 如果在国家来讲当然有很多的生育军啊 问题是你生了这么多人你的土地够吗 你的粮食够吗 你资源够吗 如果不够的话还要继续生吗 想想看从七八亿的人口变14亿的人口 那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对不对 好来 那台湾现在是生不如死啊 生的比较少死的比较多 叫生不如死 你们不要笑 孩子结不结婚生不生小孩 不要逼他们啦 真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活得太辛苦了 好不排除呢 承受到鲨鱼攻击的可能 所以呢冲绳海域之中有著著名的这种 三种品种鲨鱼 这三种鲨鱼都是会吃人的鲨鱼 那就是大白鲨 虎鲨 以及公牛鲨 欧美 澳洲异常高温如 如上演真人版 水深火热的剧情 好我刚才讲过1999 2018 2020呢 有这部电影叫做水深火热 它总共发行了三次 当然每一次都不一样 那我想呢 从1999到2022年呢 那它最 2020 2020前两年 它这个水深火热的电影版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有空去看电影还真的不错耶 我最近打算每周都要去看一部好电影 然后呢从剧情中呢来发展一些资讯给大家 也蛮好的 是不是 你们赞成吗 OK 好 你们也可以去看电影 看完电影以后呢 提供给我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近日欧美呢 异常高温 高达四七八度呢 亮森林大火 这都不用讲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还有热色病 头痘 小儿麻痹 马尔堡热病 哎呦 通通都来了 好 加上呢 还评传鲨鱼吃人案 还有呢 热衰竭死亡 还有呢 土石流死亡 还有呢 疫情死亡 天啊 好 这人类呢 真的是面临到的恐怖灾难还真多 那真的像世界末日般啊 真可怕 好 气候异常是欧美澳三地呢 如今在2020年呢 夏日晚如人间炼狱哦 好 美国加州因为高温导致生灵大火 那就不用讲了 四万多起啊 美国啊 奇怪的 美国应该 在这里啊 美国在这里啊 靠近北极 怎么会热成这个样子呢 好 那接下来呢 欧洲也因为恐怖的高温 四十七八九度呢 引发火灾干旱 冰川融化 这三个地方究竟发生在什么方位 会有如此大的灾厄呢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哦 今年的五黄煞 应该以太平洋这条线为主哦 这条线叫做呢 国际换日线 来 这条叫国际换日线 看到没有 我们的国际换日线在这边 北太平洋 那这边整个下来的话 国际换日线下来的话 北极跟南极 那这个叫中走线 那这个叫马尾渡无风带 我们的地球是不是倾斜 看到没有 倾斜二三点五度 好 来 我们的地球是不是 倾斜二三点五度 来 有亮哦 好来 有亮哦 来 倾斜的 那拿这样才是 来 如果我拿这样是正的 拿这样是正的 地球这样才是正的 看到没有 对吧 是不是他倾斜二三点五度 你看我的下面的是 这样子翘起来的 所以他是 这个这中走线是才会正的 这个条才会正 所以他倾斜二三点五度 我们的地球 所以呢 我以前在大学讲 这些课程的时候呢 我就常常在讲说 我们地球是倾斜的 二三点五 好 二三点五度有什么 马尾渡无风带 马尾渡无风带呢 会产生什么状况吗 你们知道吗 没有地心引力 找不到 罗马尾渡的方向 对 他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地球画出来会是这样 我们的整个太极 就是发成太极 你们看到 看到我们所 我们所学的那个画出来的太极吗 就是这样有个S型 就是这条线 这样大家知道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看到没有 如果在九宫风水学里面呢 下半年呢 他走的是地支 地支在深的位置呢 从农历七月开始 一直到农历的十一月 连续走了七八九十十一一二三四五个月 十二月以后呢 他是接到明年的交替月 好 十二月的上半个月呢 还在今年的十 今年的下半年 十二月二十号以后呢 他开始接续了明年的上半年 这样大家很清楚了 好 所以呢 今年的五黄煞在中宫 看到了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俄乌发生战争呢 来 这个就是中条 中线 这就是中线 这样大家知道吗 中宫的位置就是从中线开始算 从这边中线开始算 好 如果在亚洲国家 就是中国 如果在欧洲国家 那就是俄罗斯 如果在美洲国家 那就是美国 这样大家很清楚了 好 所以呢 今年的整个运势上来讲 尤其在这个月天际发季 下个月文曲发季 在下个月呢 天同发季 在下个月呢 哇 更新文昌发季 在下个月呢 任双五曲发季 我最担心的是农历十一月啊 每个月当然会有一些灾难发生啦 那我不想呢 传播 这种负能量太多 所以呢 我们还是有些好的事情要发生的 我在另外做节目给大家 好 那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闪过这一次的高温 好不好 欧美澳的异常高温 我们要谈 连台湾都烧到42度了 想想看 哪里不热呢 冬季也烧到快40度耶 好 接下来 中国印度孟加拉 也因异常高温呢 造成各种恐怖的灾害 那现在中国呢 也因为疫情爆发导致经济下滑 美国一样 美国一阵不起了啦 异常高温又带来呢 华南百年洪灾 印度孟加拉也因为洪灾 有将近千万人成为难民 恐怖高温不只导致鲨鱼攻击事件频传 也导致呢 被水淹死的人异常爆增 真是水深火热的一年啊 真恐怖的一年啊 好 讲到我都快没气讲了 来 电影水深火日 简直就是预言剧情所讲的就是呢 一群科学家在海底研究中心 医学研究 他们以为呢 能够改变食人生蛋 让一群鲨鱼更聪明灵敏 那正叙事待发的向人类展开杀戮 那电影中呢 许多杀人 杀鱼吃人的片段 觉得杀鱼真的是 以人为主食 电影中的一个重点呢 人若想改变大事人 终将被大事人反噬 看到了没有 这个电影就是什么 最有能耐的预言家一样 是的 你改变不了 人类没多么厉害的 你想改变海洋 改变海洋 你想改变这个天气 我有乖乖的 我也有与天地共存 好 那人类不断的想要开发各种资源 向着更高大的权力前进 想以自身的智慧来驾驭着生命万物 却让人自然灾害发生的更平凡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讲的 你没有多厉害的 你认同海洋老师讲的 就写A 好不好 你不认同写B 没有关系 我们都可以有认同跟不认同 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这个指头生出来五根都不同的 所以你们想认同海洋老师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大自然 绝对没有办法 改变只是一时的 这样就真的 好 所以呢 这个白虎年和道十虎 是急还是凶 应该是说 有急有凶 那急的是什么呢 努力奋发向上的 愿意与时俱进的 你就会往急的方向走 你如果是死脑筋 不肯变化的 刚才讲过了 天王心就是让你改变 土心就是你的压力心 木心就是我们的太岁心 那这些心在逆行当中呢 你还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你还不会好好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改变呢 那当然不可能会改变嘛 对不对 那个死脑筋还继续呢 像蜡烛一样不点不染 你怎么可能会改变 一定要想办法来自我调整 跟改变 你就会变成急 如果不改变就是凶 OK 好 那所以呢 白虎年和师傅呢 白虎下山将会有大灾 没有错 我们今年发生的真的是 非常之大的灾难 超多的 也希望大家呢 除了天灾人祸以外呢 我们希望呢 世界能够和平 这是最终的目的 所以呢 当然九指离火运将要到来 所以呢 2023年 接续的2024年呢 凶火越来越严重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那好 希望大家能好好地省事一下 这个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 而不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既然不属于哪一个国家 我们就要好开的珍惜 不管是水资源 土地的资源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资源 还有呢 包括天空的资源 好不好 这个大气层如果破了以后呢 人类没有办法在地球生存的 好 祝福大家咯 不要忘记了 如果想加到我的会员频道 可以来学习一些秘密的支持 那就请加入我的会员 好吧 林海洋老师官方频道 那以订阅 如果想支持老师的 也可以加入会员 你们有时间看 有空才看到我 好吧 谢谢你们 好 不要忘记 帮我按赞 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小铃铛 多给老师鼓励一点 我会把节目做得更精彩 给大家咯 谢谢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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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